各位金石堂的朋友 我是陳吉彤 今天就來跟各位聊聊女性朋友會遇到的種種問題 你是否覺得愛情不順職場上被刁難 或者是人生得不到自我認同呢 那是因為無論我們成長到什麼年紀 其實心中都有一個純真的小女孩 都相信童話故事存在 可是現實卻是殘酷的 於是你的純真在愛情或職場上 沒有辦法應付那些種種的問題 於是就會讓你產生自我得不到認同的情況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不用擔心 在過去千百年前的歷史女兒康 早就都遇到同樣的問題 已經見怪不怪了 就像譬如說唐代的尾後好了 她進攻之後處處被骨折天欺壓 像不像現在職場上被主管欺壓的你呢 又或者是像呂後好了 那呂後何等之存糧 但是卻遇到嗜寵而交的欺夫人 那像不像現在大老婆跟小三之間的愛情 所以我們其實是希望透過這些 歷史女A咖的優雅使見之道 來瞭解我們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地位 來逐漸翻轉自己的局勢 甚至以她們的失敗來引以為見 換言之也就是說 我們從她身上去得到生存的優雅使見之道 但是也知道出招之後的種種變化 來避免重蹈覆測 說真的啊 男人耍詐會被稱為很讚 女人耍詐卻被稱為很賤 為什麼地位會差那麼多了 都已經二十一世紀了 應該是男女平等了吧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能夠 從這些歷史女A咖 來了解她們優雅使見之道 來在愛情 在職場 在人生 都能夠做一個優雅的完美見女人